发生在国道一号彰化路段一起火烧车意外 一样载着小怪手的货车不晓为什么原因 车斗突然起火燃烧了 当时驾驶完全不知情 还好后方的车子赶紧按喇叭提醒 所以驾驶紧急逃生 但是没隔多久 货车跟小怪手就这样被火蛇吞噬了 损失上百万元 熊熊大火燃烧车辆上头载的怪手也无法幸免于难 火烧的浓烟弥漫国道 消防队一道立刻放水线级泡沫灌就 游鱼车上还再有一桶柴油 消防队同步派遣化学消防车利用泡沫灭火 这是怎么办 怎么的机会 我不知道 人家帮我弄来为什么 30多岁的无姓驾驶指出 结束了在国道6号的电线杆埋设工程之后 就在从国道3号要汇到国道1号时 旁边超车车辆一直按他喇叭 他原本很生气 但赵后进一看不得了自己的车子起火了 差不多就结束了在机会 外手后方 外边放一汤备用的柴油 驾驶下出了一身冷汗 还好人及时逃生 赶快停在路边已经来不及灭火 车子和怪手都被烧毁 损失上百万 起火点一丝就在柴油桶附近 是车辆故障还是烟底引燃 原因还要进一步厘清 我们下个人 这边有点好人 在柴油桶上 我们下来就在柴油桶上 然后就在柴油桶上 就在柴油桶上 这边有点好人